今天有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有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接下來什麼節日快要到了呢 那就是端午節 在這種熱熱的天氣 我覺得雖然說 現在大家過節越來越簡單 可是真的在這個年節 我覺得還是很難 是要吃一些應景的年節糕點 才會真的有過節的感覺 所以端午節 當然要吃的就是粽子 但是過去粽子 好像個頭都滿大的 然後口味上面也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變化 頂多就是甜的 鹹的 不同的餡 或者是配料升級來去做變化 今天我們在今年的端午節 幫大家加一點點 港式口味 因為在這個港點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道 也是外面包得香香的葉子 蒸出來之後那個糯米 軟軟糯糯的香味 也是非常地迷人 所以這一道學起來 除了讓你今年的端午節 有一點點變化的話 平常家裡要有一些 港式的小點心風味 也是非常不錯 可以學起來的一道點心 所以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的 中式點心達人 歡迎麒文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麒文 麒文老師今天要教我們的這一道 算是港點裡面的 壁點 而且是功夫菜 沒錯 它叫做什麼 港式的荷葉雞 荷葉雞 對 可是大家聽到這個名字 就會覺得它跟粽子有什麼關係 其實有一點點像對不對 就是食材的組成 食材的組成當中它有米 然後其實又經過像我們那個 這個中式的肉掌的部分 把它炒香 加入一個醬油 五香粉 然後再把我們鮮料包進去 你說那為什麼叫港式 其實它裡面包的東西比較特別 比如說像我們中式可能包這個滷肉 它包的是滷雞腿 還有比如說擦燒的部分 所以裡面餡料不太一樣 對 都是大概以港點為主 甚至有些荷葉雞裡面 它會把它包入烤鴨的部分 甚至還會升級 比如說干貝 然後鮑魚類似這樣子 鮑魚 所以配料的部分就是 你可以去炒比較港式風味 沒錯 來做變化對不對 當然我們今天也要教大家說 你怎麼樣從一開始的米的準備 然後到配料的一個準備 然後到包的技巧 統統都可以學到 是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港式荷葉雞 所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鹽三公克 糖三公克 胡椒粉五公克 五香粉兩公克 水一百公克 鮮料的部分有 滷香菇六朵 滷雞腿兩隻 叉燒一百公克 栗子五粒 生鴨蛋黃五粒 好 那在這邊 我們就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跟種植的材料有點像 譬如說它也有紅蔥頭 也有蝦米 我們也是用長糯米的部分 沒錯 只是說今天特別的是在餡料 我們用了兩種的肉 是 對 一個是滷雞腿 一個是叉燒的部分 叉燒 可是這個叉燒 好像跟我們一般吃沙拉 那種紅紅的叉燒不一樣 對 這老師自己做的 老師自己滷的叉燒 我也可以買現成的叉燒來包嗎 當然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可能在外面購買的時候 它的顏色其實很鮮紅 其實它會有加一點點的 食用色素的部分 所以老師就自己動手做 如果你就覺得 其實也無所謂 沒關係 就可以直接買外面的這種 現成的 非常鮮紅的叉燒也可以 就是切的叉燒 對 雞腿也是滷過 可是去骨 去骨的 對 這個是兩種的肉類 另外我們也準備了包括像是 鹹鴨蛋 生的就可以了 然後香菇提一點香 栗子是乾的 對 乾的 所以我需要把它洗過 還是蒸過 煮過嗎 洗過就好了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先煮再蒸 時間其實還滿長的 所以就準備這種乾栗子 對 整顆的 但是今天一個主角還有就是 我們剛剛其實沒有列在 這個材料裡面 因為它算是一個包材 對 對不對 不曉得還以為是一個扇子 扇子 扇一下風 嗯 滿涼 滿涼的 而且扇起來好香 對 那種淡淡的這種 綜葉香 那種荷葉香 這個荷葉跟綜葉不太一樣 是的 所以這樣子的荷葉 我要去哪裡 比較容易找得到 其實在荷葉當中 比較傳統的一個市場 或者是烘焙材料也是會有 然後買來就是這樣子乾的 對 買來它就是一片一片 然後都是曬乾曬好的這樣子 對 好 然後你也要準備一些 綜繩 綿繩 對 可是這個荷葉 我要先處理它嗎 我們等一下會再教觀眾朋友說 如果去處理這個 我們乾燥的荷葉 如果去做一個泡發 能夠到處理好 然後能夠去做一個包的動作 是 所以這個待會兒我們會尖叫大家 不過真的要先處理的 就是糯米的部分了對不對 是的 糯米需要泡 對 糯米要泡兩個小時 一般來講的話 糯米在洗淨之後多洗幾次 把米的髒水部分 或雜質水部分把它洗去之後 大概泡兩個小時左右 自己說老師為什麼 一定要泡兩個小時 因為泡的時候會跟你前後相呼應 比如說你前面泡的時間越長 你後面可能煮的時間就比較短 因為它充分吸收了水分的部分 是 好 所以參考時間就是 洗乾淨泡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把它瀝乾 沒錯 好 就可以開始進行接下來的步驟了 就要起油鍋了 好 好 先起一個鍋子 把這個鍋子熱了之後 先加入少許的沙拉油 沙拉油 對 我可以用豬油去爆嗎 都可以 其實 看你個人的喜愛度 豬油爆的時候它香味更香 好 我再丟 好 先爆香紅蔥頭 有 所以其實 蝦米 香港人也是會用紅蔥頭的 也是其實用紅蔥頭 會以為紅蔥頭都是比較台味的 會 其實也是也滿常用的 對 那蝦米需要泡久嗎 蝦米需要 對 要泡一下久 然後讓它大概去腥一下 其實在蝦米當中在經過乾燥之後 它其實腥味會比較重一點點 對 我們都需要先 事先泡一些米酒部分 讓它去把它壓心的部分 今天教觀眾朋友做完之後 它可以做起來可以冷凍 像粽子一樣冷凍 對 冷凍起來之後 其實它一個料 一個河野機裡面的餡料 大概就像一個便當那麼豐富 你知道嗎 很非常豐富 像保持在 那時候你再把餡料退下來 然後拿去回去蒸的部分 大概把它蒸軟 那你就可以當作便當在使用了 可是其實剛剛節目前 那個齊文老師有提醒我說 如果你家的料是升級版 是像是干貝 對 鮑魚這類 就不適合冷凍 它比較適合做好新鮮把它吃掉 就現吃 對 那我們需要把那個紅蔥紅 就是炸到像那種金黃色 或甚至有一點點微焦焦 不用 香味出來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大概會稍微去煮一下 它還是會跟米去做一個吸收的部分 好 那我們差不多香味都出來之後 我們就要把調味料下去了 調味料 水 水 老師 你今天餐這個 給我們調味料的份量是一個 比較就是稍微重口味的 還是說適中的一個調味 應該算適中的 它比較適合其實在荷葉雞的部分 它要味道要重一點 為什麼 因為它的部分等一下我會教各位 要先煮 煮完之後才去蒸 如果你的味道太淡的話 其實就本身煮完之後 就沒什麼味道了 所以它是先煮再蒸 對 為什麼要經過這兩個步驟 因為如果你直接蒸的話 其實前面的時間要泡水 要泡很久 不然其實不容易熟 因為荷葉雞本身的份量比較大顆 它的中心點比較不容易熟 如果你直接煮的話 也有直接煮的 比如說南部重 北部重 直接煮的時候 其實它的口感比較軟 太軟了 沒有那個口感 所以我們先煮後蒸的部分 它其實味道會比較好 那個口感粒粒分明 而且會很有嚼勁 好 所以我們大致上有醬油 鹽 然後五香粉 胡椒 胡椒粉 然後還有水 因為還是要有一定的水量 我們要炒這個米對不對 沒錯 所以其實前面 好像是把它煮成一個 醬汁的感覺 然後老師現在就轉小火了 是 好 那我們 接下來要把它 稍微去煮一下 老師說你問說 老師這前面煮的動作是要幹嘛 慢慢慢慢地 讓它有點糊化的動作 然後之後讓米產生黏性 有時候 有時候你有沒有打開那個肉粽 粽子打開的時候散掉嗎 有 對 因為它前面就是沒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米本身沒有黏性 不會互相把它結在一起 所以這個動作非常地重要 再來有經過這個動作當中 你的這些調味料 會吸收在米粒裡面 會更有味道 那有需要說把它炒到已經像是 已經是一個油飯底這樣嗎 千萬不要 那個做出來當中 又太熟了 對 會太軟 打開當中就是整個就是 軟軟的有點像吃麻糬 沒有口感那樣子 可是我真的有吃過 就是像麒文老師說的 糯米雞一打開就是好像麻糬 已經那個就是米粒就糊在一起了 對 那一種好像又是一個 就是它 它那一家可能就是做這樣子的 一個口感對不對 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師傅當時 真過頭了嗎 沒有控制好 對 我想要應該是 沒有控制好比較有可能 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教觀眾朋友 這個方法就是說 你不用擔心 你控制不好 那你依然確定 就是說你的糯米雞 吃起來非常地有口感 好香… 好 而且我覺得它跟 我們一般就是在粽子的那個 強調油蔥的香不太一樣 它有一個甜甜的 然後五香的那個香味 香味 是 對 好 你看看慢慢慢慢地 有點黏稠心了對不對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做的時候 它才會去黏在一起 那假設當中 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就是米跟米之間會去散的 就不團結 所以你做完當中 可能打開當中 剪開整個散光了 是 好 只要炒到有點 一點點的黏性 我們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對 就不用讓它米粒有手滑的感覺 不用 是 好 好 我們準備再攪拌一下 然後汁好像也都收進去 要收乾 你看我們剛剛其實 因為有加水 所以它是一個醬汁肚 可是它現在那些汁 感覺都被米粒包進去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香好香 那譬如說我們做港式 如果我醬油的部分 我有需要特別去 讓它有港式風味 所以換成蠔油嗎 其實不需要 因為它 它在這邊經過煮過 然後又蒸過 其實這個風味上 是夠的 好 我們把它弄起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教 我們觀眾朋友 如何去處理這個 和葉的部分 和葉 要整杯一鍋水 熱水 好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觀眾朋友拿到的和葉 大概就是像這種扇形 非常地可愛跟小巧 拿到之後 只要準備一鍋熱水 水熱了之後 就是從房邊邊緣 然後把它放進去 我和葉需要洗嗎 它上面會不會有一些灰塵 什麼的 如果它 你看它很明顯的話 你需要 就需要先清洗過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我們燙一燙 起來當中再沖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壓下去就好了 好 所以過程當中 其實和葉說 泡得足不足夠 就是軟不軟 它能不能摺 能摺就是可以了 因為如果不能摺當中 你去包的時候 它等一下就破掉了 所以我乾乾的時候 不要去摺它 對 會破掉 可能我的和葉就沒有 這樣子完整性了 是 好 慢慢…讓它吃到水 因為畢竟這個滿大的 家裡要找到這麼大的鍋子 有點困難 對 當然它可以一半進去 就是軟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摺一半了 對 然後讓它都吃到水 好 那要煮很久嗎 不用 大概煮軟大概在 兩分鐘左右就好了 就像這樣子把它 煮著 放著 然後煮軟大概兩分鐘 確定用夾子或是用筷子 發現可以摺 然後不會去破掉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然後把它瀝乾 然後如果你覺得 不安心外表的部分 可以再去沖水一下 然後把它擦乾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包了 好 所以我們和葉先把它準備好 然後我們的餡料的部分 跟我們的米料的部分 都準備好之後 下一段回來我們教大家 怎麼樣把它包成 美美的和葉雞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這一段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其實整個燙好 最後它軟了我就可以彈開給大家看 剛剛像一個扇子 對不對 其實它很大一張 它現在可以當雨傘了 對 就是你想像說 那個荷葉在荷塘池 是這樣子對不對 沒錯 大家不要自己去採 好不好 我們直接買乾貨 萬一你不小心採到的是 姑婆浴的話 還滿危險的 還滿危險的 好 這樣一片我們可以做幾份 兩個 兩個 所以要怎麼樣採它的大小呢 好 新的部分是硬的 所以硬的時候 折的時候會破掉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剪掉 這邊就 對 我們就會順勢 就把它剪上去了 所以等於下面通通 比較硬的部分通通採掉 沒錯 它變成是 真的就是兩個扇形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的大小 好 接下來我們要包的時候 觀眾朋友會問說 到底哪一面要包 在裡面哪一面要包在外面 對不對 好 答案要揭曉了 這一面要包在裡面 這個要包在外面 為什麼 因為 乾乾的感覺看起來乾乾 比較漂亮的 漂亮的 要朝底下 不好看的 我們要朝裡面 因為給客人的時候 就是漂漂亮亮的 漂亮的在外面 正所謂家醜不宜外養 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包了 即使在包的過程當中 大概要幾尺當中 自己要拿捏好 比如說每一個 每一個荷葉種當中 就是四尺或是三尺 看個人的食量 所以大概拿捏好就好 不然就會大小顆 到時候煮的時間就不一定 好 好 在中間 先鋪米 然後稍微把它壓一下 對 它大概在中間左右 老師就一個 一個荷葉種肉 老師你的個頭滿大的 這可以 一家 三尺半 一家沒有來 一家 兩個人吃 對 可以兩個人吃 好 接下來要放上去的時候 就是放上我們的一個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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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大塊 對 現在才會 特別要用雞腿的部位 比較好嗎 雞胸可以嗎 比較盛 這不適合 一塊半的雞腿 所以常常說 這個一份 基本上來講就夠大概 一餐的量 對 一餐的量 就夠吃了 可是你去港點的點 都是小小的蒸籠 然後放一小段 還切個兩段 或是切三段 我們自己做 當然一定要鮮料 要好 好嗎 自己做不能太寒酸 好 最後再加上 我們的叉燒 叉燒 好 包的時候 先把它對 不用再蓋你上去嗎 完全不用 因為它打開的時候 就要看到餡料 對 並不像 所以它跟粽子的概念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粽子是比較內斂型的 打開當中 是料在裡面 你要再挖 再看到什麼料 有時候去一次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一顆是裡面包得好不好 所以通常要吃到一半的之後 來知道裡面什麼料 好 這個荷葉機 你只要打開當中 你就會發現 我們的料是滿滿地在外面 就直接看到 對 好 包的時候先往前一半 好 這邊摺起來 這邊再摺起來 旁邊如果有的話 就大概把它稍微去摺一下 揉一下 對 然後完整就好了 真的其實比粽子簡單許多 因為每次要在那邊繞菱角 其實有點困難 好 這邊我們要把它綁的時候 這邊 先壓在下面 是 這個 打一個結 其實這個結 有沒有打緊都 打死結都無所謂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上桌的時候 其實就是剪刀一剪 就拆開了 先固定然後 固定一邊 像繞木乃伊這樣把它繞起來 繞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就開始要打結了 一樣把這邊 把這邊的結給打緊就好了 我發現老師真的沒有扎得很緊 對 因為它其實不用扎得很緊 它的米 剛才只有泡水而已 所以它吸水的時候 它還會再往上蓬鬆 只要這邊不要閃掉當中 它就不會散去了 如果你在包荷葉過程當中 你發現這邊如果哪邊破洞很大 就不要再包了 因為你下去的時候 有可能變成荷葉粥 就東西就跑出來了 好 我們就依序 你就把它每一個做好之後 先示範 讓它煮的過程 一樣是剛剛的滾水 沒錯 煮的過程當中記得 先把它煮15分鐘 然後讓它充分地吸 煮水分之後再把它撈起來 然後再進去做蒸籠裡面 用蒸的部分 所以旁邊已經有煮好 放下去蒸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看 每一個都非常非常飽滿 因為你看 原本扁扁的對不對 都變成是很紮實地蓬鬆的 煮15分鐘 然後蒸要蒸多久 30分鐘 蒸30分鐘 對 所以總共的加熱時間 大概45分鐘 好 待會兒回來再看看 最後的荷葉機成品如何 謝謝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 用點心做點心 我們來看看最後的成品了 就如老師說的 它真的是浮誇系的種類點心 非常地豐盛 對 因為我們剛剛葉子一打開來 就看到滿滿的餡料 對 你看香菇 蛋黃 栗子 叉燒我們的雞腿肉 通通都很澎湃的 是的 而且我這樣聞覺得 好香 它除了有那個 就是我們的油蔥的香 然後醬香 是 還有一絲清清香香的 就是荷葉香味 荷葉香味 所以荷葉的味道也蒸進去 好 待會兒我們要來嘗嘗看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今天教大家做的 港式荷葉機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先來做個總複習了 港式荷葉機的材料有 醬糯米300克 沙拉油30克 蝦米20克 碎紅蔥頭20克 調味料的材料有 醬油15克 鹽3克 糖3克 胡椒粉5克 五香粉2克 水100克 餡料的材料有 滷香菇6朵 乳雞腿2隻 叉燒100克 栗子5粒 生的鴨蛋黃5粒 做法部分 先將糯米洗淨之後 泡水兩個小時之後 濾乾備用 起油鍋 放入沙拉油 炒香碎紅蔥頭 以及蝦米之後 加入調味料 包括醬油 鹽 糖 胡椒粉 五香粉及水 炒過 接著加入糯米 炒至顏色均勻之後 撈起備用 荷葉用熱水泡軟之後 再裁剪成合適的大小 取一張荷葉 包入一半的米量 再放入內餡 包括滷香菇 滷雞腿 叉燒 栗子 生的鴨蛋黃 最後包緊 做好的荷葉雞 放入滾水中 先煮15分鐘 再蒸30分鐘至熟 即完成 好 我要來吃吃看了 我先吃米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軟硬度剛剛好 是 它可以吃得到這一類種類點心 軟軟糯糯的感覺 可是還是保有每一個米粒之間 距離分明的部分 對 你分得出來 而且加了蝦米 紅蔥頭 基本上米的味道就很夠 是 非常地香 好 我再來吃吃看 這個雞腿肉 雞腿肉 因為我們本身滷過 所以它就有一個醬香在裡頭 可是同時它也有吸收了一點 荷葉的香氣 荷葉的風味部分 而且我發現荷葉的香 跟綜葉香不太一樣 荷葉香比較淡淡雅雅是清香 是 然後有的綜葉的香氣 它比較濃郁 濃郁這樣子 對 所以把它學起來 今年你端午節又有了 不一樣的口味變化之外 平常你也可以把它做好 然後變成是 有時候下午茶小點 或者是我覺得我今天中午 不用吃便當了 便當這樣 這樣就非常地飽足了 自己在家裡 一定要動手試試看了 今天謝謝麒文老師 謝謝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我們下禮拜見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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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ys 旁착 很好 你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